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箭遍 幻里残倦 月圆月 却残眠 天下无法 眯日无眩 落花 流失万劫 千秋 宫延 人生百年 此故 繁华 穿遍 此故 繁华 穿遍 此故 繁华 穿遍 眠 眠 岁月如花 已变开 已变迁 没人在此 胜利并肩 相思 相识 三日线 岁月如花 已变开 已变迁 岁月如花 已变开 已变迁 没人在此 胜利并肩 大好江山 都感变 我跟绝瓜 好的 幸遍 未经许可,是少年 未经许可,或许可,那些 未经许可,无耐辑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将ren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可思许可,起手 稍微正方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能弄啊 真可倒霉呢 先离开这里再说 吓死我了 以往我独来独挂 无牵无挂 可是今天 我心中却堕了一个阿主 阿主 我报了大仇 那天一早 我们便快马驾鞭 前往燕门关外 去过你向往的那种日子 相信我 我一定能办到 你好 快走 快走 再走 我走 现在就冒了 就冒了 走 既然如此 就让我们今晚 做个咬断吧 段某一生光明磊落 只怪当年 误听奸人之言 信以为真 以致误伤你父母的性命 段某今天 定当给你一个交代 你既然已经知道 驻成大错 为什么还要加害我义父义母 要害我的兽业恩师 悬苦大事 段某身为大骊镇南王 不想因为此事 影响我段家的声誉 所以才将此事隐瞒 想不到 越陷越深 终于铸成大错 段某也如此坦诚 那就别怪我冒犯 萧兄弟 当日 若非萧兄弟出手相救 我怕段某已经命丧小禁湖畔 我能与他们母女再享天伦之乐 也是托萧兄弟之父 所以萧兄弟要去段某性命 就尽管出手吧 既然如此 你杀我父亲 母亲 亦父亦母受业恩师一共五条人命 今晚我就还你五丈 你受我五丈之后 无论是生是死 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从此一笔勾销 一掌换一命 对我段某的报应未免太轻了 小兄弟能放过我妻女 还有属下众人 你是大仁大义 段某感激不尽 小兄弟 出手吧 段某王爷 得罪了 1 2 1 2 1 1 低 4 喔 raz 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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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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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主 怎么会是你 你醒醒 你快醒醒 你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你 慢着 我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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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大哥 能与你相约 是阿珠这一生最幸福的事 只怪阿珠父母 今生不能与小大哥相伴到老 当我得知阿子是我的孪生姐妹 心中又喜又悲 悉的是 不但我找到了父母 还多了一个魅力 悲的是 我的父亲 竟然是小大哥的杀父重人 夜间小大哥报仇心情 阿珠不得已 只好代父受苦 希望小大哥能就此舍回 跳脱渊渊相报的轮回 我死后 请不要再为难我的父亲 并替我照顾妹妹阿子 待阿子如淡 无冤走矣 能和小大哥一起度过这段日子 阿珠此生无寒 原谅阿珠没能信守成我 半命一生 在以後 阿珠 阿珠 叫你 阿珠 fai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否少了黄珠 是否少了黄珠 小大哥 黄珠姐姐 她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啊 这就是她的金锁片 天上星亮晶晶 永灿烂长安宁 原来她真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姐 没错 她就是你的孪生姐姐 是我杀了阿珠 是我对不起阿珠 我不是人 你应该杀了我保证 你杀了我吧 你干什么呀 你杀了我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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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你没事吧 我想看看阿珠姑娘 可以吗 天上心 亮晶晶 永灿烂 长安宁 阿珠 阿珠 你真的是我的女儿 你是我的女儿 阿珠 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女儿 我妈阿珠哪里对不住你 要你这么狠心地杀了她 我们母女还没有相认 你为什么要杀了她 为什么要杀了她 她就是人要替段两春输罪 才会被我误杀 输罪 输什么罪 端王爷向我坦诚 她过去做了一件勇贵运行的大错事 害我孤小孩 从此琉璃失所 一生孤苦 这件事情 我有责任 不全是段郎的错 可是 又与你何干 端王爷所杀的 就是我爹娘 你胡说 端王爷相信着 他怎么会杀害无辜的人呢 他做的最大的亏信事 就是当初 拟起了我的两个女儿 阿珠和阿子 但是 他与别人无冤无仇 他为什么会杀害无辜的人 他 乱到 是我误会了他吗 他说天可连结 让他重建 当年没了弟娘的孩子 他说得是阿子 当然是阿子 不然你以为会是谁 那他为什么要承认 一错再错 我杰尔林三地做了那些恶事 他生性风流 无法拒绝女人对他的好 处处留情 爱一个爱一个 杰尔林三地做荒唐事 可是这些事情 我们都不管 你管什么 段王爷所说的错事 竟然说的是干净 段夫人 你身上有没有段王爷的属性 段夫人 这封家书 是段郎第一次离开我的时候 派人送来的 他不是带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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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带头大哥大哥 是带头大哥大哥 是带头大哥大哥大哥 你让我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爹 爹 爹 你不是去云上湖救我吗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你还有脸说 肯定又是你这个丫头瞎胡闹 走 赶紧回去领罚 爹 我才不回去呢 那个萧峰她疯了 她杀了阿珠姐姐 我跟娘说 让她赶快逃跑 她不听 现在芭城 再跟萧峰拼命呢 什么 爹 爹 阿欣 爹 你看 我没骗你吧 萧峰帝 这 是我错杀了你女儿阿珠 是我亲手杀了阿珠 什么 阿珠是我女儿 对断了 阿珠她 她真的是我们的女儿 她有金锁片 肩上也有断子 她真的是我们的大女儿 阿珠 你真的是我的女儿 阿珠 阿珠 为什么 什么提说 希望你也是我女儿的时候 你不跟我说真话呢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在想人海 太晚了 小枫 你今天不说为什么杀我女儿 我端正成绝不饶你 小夫 你为什么会认定 害死你爹娘的带头大哥 一定是我家段郎 又是谁这么心狠 手段如此卑鄙 要陷害我家段郎 难道 段王爷和盖帮马夫人饶过去 马夫人 马夫人 你是说 盖帮父帮助一双马夫人 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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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我 段王爷就是当年 率了众人豪杰 在夜门关西杀我父母的带头大哥 是康明 是他这样说 前辰万全 就因为如此 当阿珠知道段王爷是他父亲了 才会待命受死 想不到 小康竟如此恨我 段王 是风花楼的小康害死我们的女儿的 康明 害我女儿死得好冤枉 是吗 为什么 为什么 这笔子啊 应该算在我的头上 我一定会去找康明问个清楚 你一定要让他给我们个交代 如果他是故意无限 他害死了我们女儿 你一定不能饶过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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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